俄罗斯奇葩航母设计曝光 它是破冰船呢 还是登陆舰呢 还是真正的航空母舰呢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在俄罗斯涅瓦设计局的年度报告中 最近出现了一种当今最为奇葩的 瓦兰级新型航空母舰的设计方案 这艘航母配备有弹射器 而且呢还有斜角夹板 这还不算 它还拥有破冰能力 甚至呢还能当登陆舰使用 该航母被称为瓦兰级 其满载排水量四万五千吨 就排水量而言 它属于中型航母 该航母的舰岛位于航母右前部 这个位置呢和其他的航母 好像差别比较大 你像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它的舰岛是位于航母右侧的后部 可以说这是瓦兰级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了 另外呢 从他们透露的信息看 该航母还采用了弹射起飞和斜角夹板设计 斜角夹板设计不新鲜 俄罗斯的航母都有 但是弹射起飞的方案 俄罗斯的航母过去是从来没有配备这样的装置的 那么它到底用的是蒸汽弹射还是电磁弹射 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最有可能从俄罗斯目前掌握的技术情况来看 如果它要搞弹射器 大概率应该是蒸汽弹射 因为俄罗斯或者前苏联 曾经在蒸汽弹射器这个技术方面呢 做了有二十多年的探索 而且呢 曾经考虑把它装在大型航母上 可惜苏联解体之后 当时造的大型航母被迫拆解 这项技术呢 始终没有用在俄罗斯的航空母舰上 那么这艘航母从外观上 还是使用工程上看着都比较奇葩 表面上看 它是航母 但是呢 俄罗斯又将其称为通用海上作战综合体 原因很简单 瓦兰吉除了是一个航母以外 它还有乌舱 在乌舱里面可以装载两极作战车辆 可以说是一船两用 或者是说一个平台 两种功能 典型的把航母和两极工艇 组合在一个平台上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 应该说不多见 意大利的轻型航母 曾经有这样的考虑 甚至呢 也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平台 但是俄罗斯过去从来没有搞过 而且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海军也没有装备过两极攻击舰 因此俄罗斯既缺航空母舰 也缺两极攻击舰 现在呢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把这两种不同的平台组合在一起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么为什么该航母还具备破兵能力呢 是因为俄罗斯的这些军舰需要在北极海域航行 而北极覆盖着厚厚的冰城 如果你没有破兵能力 在其开进途中 前方一定要有手大型的破兵船 为他开入 那么现在他如果自身具备了破兵能力 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他不但不需要前方有破兵船为他开路 他还可以为其他的大型水面舰支破兵开路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他就是当今全球排水量最大的破兵船 瓦兰基航空母舰 他会搭载什么样的舰载机呢 从目前透露的消息看呢 他的舰载机很可能是密格29K 而不是苏33 因为苏33个头太大了 作为一艘4万吨级的航空母舰来讲 如果你配配苏33 装备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小 而配装中型的密格29K 恐怕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除了密格29K以外 该机航母还可以搭载 两极作战使用的直升机 从它的甲板看 前部有两台弹射器 而没有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上的滑跃甲板 因为4万吨级的航母用滑跃的方式起飞呢 确实能够做到 俄罗斯为印度改装的航母 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舰载机的起飞受到很大的限制 出动率会有所降低 如果采用了弹射器 那么它的出动率就可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再加上这艘航母除了搭载固定性的舰载机以外 还要搭载直升机 甚至还要搭载两极作战车辆 这个空间有限 因此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来弹射这些中型的舰载固定性飞机 才有可能完成它相应的使命 当然俄罗斯目前的经济比较困难 它在设计局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大型水面舰轻的方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款排水量超过8000吨的舰支 能够建成下水服役 那么46000吨级的这款新概念航母 什么时候有钱建造 在哪建造 什么时候能够装备俄罗斯海军 这恐怕都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俄罗斯要想加快自己的航母建设 我想最好的一条出路就是找中国合作 因为我们中国既有造大型航母的经验 也有弹射器的研发经验 如果它采用中国的电磁弹射器 那么这艘航母就可以成为一款 世界上最奇葩的能够在北冰洋使用的先进航母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